一首歌的故事 田富珍 你就不要想起我 明明你也很爱我 没理由爱不到结果 只要你敢过懦弱 凭什么我们要错过 我唱得好认真哦 我好投入这首歌 也差梦还多 你就不要想起我 到时候最好别来扔错 口气是很帅觉得 好啊 你就不要想起我 其实在很帅的字面底下 这个人是很难过跟很悲伤的 所以我刚刚示范的那一段 也是超悲情的 然后唱得很出来 真的有办法舍得 真的有办法舍得不要 才敢乘着的美梦 转眼就幻灭破掉 这首歌是在很诚实地讲述每一个人失恋的时候 都还是会有一段很走不出去 然后过不去 很不甘心的状态 在录这首歌的时候 我录了两次 第一次唱是比较 我自己直觉的唱法 就是比较冷静 然后后来被填词人跟制作人觉得 好像还可以再唱得激动一点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MV 拿到专辑听到的成品 是第二个版本 就是比较洒宫鞋 然后比较激动的 你这不了 想我的 风鸟 其实我觉得 专业的人士的建议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首歌大家听一遍 要直接进入这个歌的情绪 可能就是要直接把它唱得情绪起伏大一点 明显一点 然后就是一个很温柔的符咒 你就不要想起我 因为夜长那么多 我每天都很想你 一旦想起我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想一个人 却不在他身边的时候 那种感觉有多痛 感觉有多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